晚安 今晚我们来看一个主题 今晚我们要继续看 这个 登山宝训的第3讲 我们要讲的题目是 被误解的 温柔 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5节 圣经这样的记载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 他们必承受 地土 圣经说 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承受 地土 那 我的题目是 误解 的 温柔 很多人想到温柔 我们就 想到温柔是软弱 给人欺负 是吗 温柔矛盾 世界的体系 温柔矛盾 温柔有个矛盾 因为 世界的 世界的观点 世界的价值观 跟圣经里面所形容的 温柔的人能够 承受 地土或者是土地 是恰恰的 相反 那世界的系统 世界的体系 是怎么样的呢 世界的体系只有强者 会生存 就好像在森林里面 那些动物 只有老虎 狮子 豹 这些 凶恶的 野兽 他们才会称王 在森林里面 如果你是兔子 你是鹿 你是要躲躲闪闪的 所以很难生存 所以就有这种 强者 必生存 的观念 温柔的人如何 继承 土地呢 那今晚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 来看 温柔的人 怎样 承受 这个土地 因为世界的体系是 倡导 只有强者 才能 获胜 就是你要强 你才获胜 那有一句俗语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打胜的人永远都是皇 打输的人 败的人 那这是寇 他就 一无所有 那世界肯定强者 那如果我们 周围 看一看 我们会发现到 周围的 东西 周围的 系统 不管是 在公司里 在某一个领域 在社会 甚至 很可能在教会 都是 肯定 强大的 你有事 你有利 你有权 你就胜 是吗 因为这世界 就是 看定了那些 强者 强大的人 有影响力 所以 他们有优势 不可厚非 那不可厚非 强大的人有影响啊 那影响是坏吗 不一定啊 有一点影响力也是好的啊 但是怎么样影响 用在好的那方面 用在 邪恶 不震荡 的那方面 是不同的 当你强大时 你就 占了 上风 是吗 那很多人 当他 有权有势的时候 他们 很骄傲 他们好像是 他们的思维里面好像永远不会败 所以他们的态度 很强硬 很倔强 很骄傲 等等 真的是你占了 上风 你就 你就不会失败吗 世界是提升 什么呢 提升 气盛的 就是 你要 气盛 就是你要aggressive 你要 你要 有强势 世界说如果 你 谦虚 你就会被欺负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啊 就是啊如果我 我 谦虚 很容易的就会被人 欺负 所以有些人 他们 其实没有那么强 所以他们装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自尊心 他们有自信 所以呢 他要装出来 因为他怕说如果他把他软弱的意面 或者是温柔的意面 彰显出来的时候 就会给人家 欺负 所以他们就要摆出 一个很强势 的外貌 你必须 你必须 施加自己的权力 这个是世界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要 争取我们的权力 不管是在 政治上 在其他的领域 现在的人 新一代的人的思想就是 我们要争取 我们的权力呀 我们的权力呀 骄傲的人 似乎 很成功啊 骄傲的人好像很成功啊 或者是因为他成功 他才骄傲 也许有可能吧 因为他成功了 他骄傲 第三 世界敬佩 和重要 敬佩重要的人物 你看重要的人物 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 他们来我们铺红地毯堆吗 我们周月 不是巴音哦 我们周月 我们为他敬礼 我们起立 当然 在 某个领域里面不是错的 比如说 一国元首 或者是 一国的领袖 他来到一个场合 每个人都站起来 有错吗 没有错 我们站起来 我们尊敬 尊荣这个人 是他的地位 也不一定是他的人 只是他的地位 因为他是 一国的元首 你要尊 你要尊荣 他的那个 地位 但不一定是尊重那个人 所以这世界呢 是敬佩 重要的 人 神 我们叫他要员 很重要的人 他的意识我们都知道 他眼睛看一看 周围的人 那些助手都知道他需要什么了 他眉毛皱一皱 他们都知道 什么不喜欢 他脸色变一变 他们就 要 改 改口 我们改口了 要换一个风向 是吗 世界是 倾听 重要人物的声音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不是 是错的 是对的 因为他们 不一定是一个重要的人 重要的人他们有他们的分量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 不一定是全部是错的 不是啊 但是呢 这世界就是提倡 那些重要人物的 是吗 所以恰恰的 谦卑 温和 温柔 谦虚 就变成被排斥 就看 起来好像是一个弱势 一旦失去了 权力的控制 没有人会听你的话 这是他们的想法 只是我有权 人家就会听我的话 哪一天 他失去了他的权 就没有人听他的话了 是吗 第二 我们来看温柔的人是 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样子 因为圣经说 温柔的人有福 那温柔的人怎么样有福呢 第一 我们要先澄清 这个概念 因为 温柔不是软弱 温柔不是软弱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误解说 如果 我温柔 是代表我 软弱 是吗 我会 被人 欺负 是吗 人会 不重视我 是吗 所以有玩家曾经这一点就是 温柔 不是软弱 在这里 圣经讲的 温柔的人有福 一点 都 温柔都不软弱 等一下 牧师跟你解释你就明白 为什么温柔 不是 软弱 温柔是被控制 的力量 啊 重点来了 温柔其实是什么呢 是你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 被控制 他的爆发力 被控制 被谁控制呢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 被圣灵控制 被神的爱 耶稣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所以 温柔 是被控制 的力量 所以温柔一点 都 不 软弱 那 第二点我们看 在拉丁语中 的温柔 是非常明确的 为什么今晚我们要 用拉丁语呢 希腊文 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演变的 那我们知道圣经的旧约是 希伯来文 新约是希腊文所写的 那拉丁文呢 是希腊文之后 的一个语言 所以 拉丁文 与希腊文 其实有一些密切的关系 那其实我们英文 跟拉丁文 也是 有密切的关系 也是从 拉丁 演变出来的 所以我们很多的专业的形容词 都是 有拉丁的背景的 那我们看拉丁文 的这个温柔 它的意思是什么 在拉丁文 里面温柔 非常明确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拉丁语中的温柔 它的拉丁文叫做 man's sweat tooth man's sweat tooth man 就是 表示什么呢 习惯 与手 man 就是手 sweat tooth 就是 习惯与手 习惯与手 man's sweat tooth 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只动物 他习惯与手 你去摸他 他ok的 他不会反抗 他不会有 激烈的反应 就叫做 习惯与手 man's sweat tooth 那在希腊文 其实这个温柔 也是用来形容 一头 被 驯服 的马 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 温柔 有这样的 意思 那温柔就是像一匹 驯养的马 马 温柔 就像一匹 驯养的马 马有两种 有一种是 野生 野生的马 跟被驯服 驯养的马 一匹野生的马 如果没有经过驯服 你是不能够骑他的 如果你去骑他 他会把你摔下来的 我们有时候看到美国有一些 好像牛仔对吗 他们骑一头 还没有被驯服 的 牛 你看那么 那么的激烈 S是很危险的 分分钟都会被那头牛摔下来 然后呢 温柔呢 就好比 一头一匹 被 驯养的 那先我们来看 一匹 野生的马 跟 驯养的马的不同 野生的马 没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为什么没什么用呢 因为他不受控制 也无所作为 这是因为他的 本性 这匹马的 野马的 野性 没有人能够骑上去 没有人可以控制他 所以呢 这匹野生的马 就变成 无所作为 没有用的 因为你制不了他 你不能够使用 好好的 马会跟人配合 他不会的 他具有 极大的 潜能 每一匹马都有 极大的潜能 但是呢 他永远 无法实现 也就是说 为什么耶稣说 温柔的人有福 那如果 一个人不温柔 就好比一匹 野马 这个人就没有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受控制 他就没有作为 他有极大的潜能 也许你有极大的潜能 但是如果你不是温柔 你的品性没有受到 控制 那 你的潜能 也很难 实现 出来 是有原因的 是有理由的 你慢慢听你就没法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匹 训养的马 一匹 训养的马 首先 好马能跑千里 所以我们 华人有一个形容词 千里马 当然 我们也知道一日之间不能够跑千里 这个比较夸张 这个只是要形容说这匹马 真的破例很好 他 他可以跑 跑 跑 跑很远 也许不是千里 白里就够了 一匹跑白里的马 哪里去找 一匹 信仰的马 就可以 跑白里 也 面对 战争的这个武器 一匹 训养的马 毫不畏惧 他仍将 向前 冲锋的 你看过吗 你看在战争的时候 前面在开炮 人家在开枪 或者是射箭 有看过那些马躲吗 没有 一匹被 训养的马 只要骑在马上的那个人 那个骑士 他拍的那个马 这匹马 就会向前冲 不管前面是大炮 是枪 是箭 是子弹 他没有恐惧的 原来 一个顺 服 一个有温柔的人 他就 没有恐惧感 所以不是软弱 一点都不软弱 他没有恐惧 他不居位 面对危险 他稳定 他站稳 他可以 承载 种 的货物 看过马吗 马可以雕起种蛋 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 住在 比较野外 或者是很多 深山野岭的 他们以前的 交通不是很方便 他们要 摘送很重的货物 他们放在哪里 放在马 驴 对吗 所以一匹好马 但是这匹马 是被 可以信仰的 是顺服的马 然后他就可以 承代 重的货物 他也可以 拉马车 运送人 你看 一匹 信仰 的马 有多大的潜能 他的潜能就发挥出来了 他才会讲 一匹野马 他有潜能 但是 不会发挥 他的潜能 所以你看 原来温柔 不是软弱 温柔 才能够 把我们的 神才能够把我们的潜能 把他什么呢 发挥到 近点 发挥到最强 最漂亮 最美好 关键是什么呢 顺服 温柔 不是强势 第三我们看 温柔的人 如何承受土地呢 那耶稣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承受土地 首先我们看 他们 为什么呢 避免不愉快的情况 一个温柔的人 他会避免 因为他的这个性格是温柔 他选择温柔 他降伏在 神的手里面 他 会什么呢 他就会避免 不愉快 的情况 在真言 第15章第1节 这样子说 他说 回答温和 柔和 使 怒消退 回答 温 柔和 回答人的时候 如果你的声音是 柔和的 不是人家大声你也跟他大声 大声你也大声两个人是打起来的 但是如果人家大声 你是 柔和的 使什么呢 使 怒 消退 那对方 就是很生气 因为你的回答 是 柔和 他的怒气就降下来了 言语 暴力 触动 怒气 你看如果你的言语我的言语 是暴力的 是得罪人多称呼人少的 那我们就会触动人家的 怒气啊 我相信在我们 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的经验啊 很多时候为什么你会跟 别人吵架呢 尤其是你的亲人 很可能是你的太太很可能是你的 丈夫很可能是你的孩子对吗 那你想想看是怎么样 那个 吵架是怎么样爆发的呢 是你们两个人拥抱起来说我爱你你爱我的时候爆发的 不是 是因为你回答一句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语气有一点 不好 你的语气 对方你的你的亲人 你的配偶发现到 你很不爽 他问你 你 你 亲爱的 吃饱了没有 那你回答怎样回答 通常 如果你是 平常你是会说 还没有吃 但是 当一个人心里很烦躁的时候 他很多压力的时候 或者是他很不爽的时候 他是对这个人 问他这个问题很不爽的时候 他都回答很可能是什么 还没有吃了 你看 你看是同样三个 同样几个字 还没有吃 还没有吃 四个字 四个字你怎样回答 不同的反应 我还没有吃 我还没有吃 你看 所以呢 言语暴力 就会什么 触动 怒气 如果你是这样的语气 你想对方会怎么样 对方也不客气 他就说 不要吃 就去吃了 你看吵架来了 所以他吵架很容易 要我们 语气 暴躁 或者是怒 带着那种暴力的 很容易的 你想 这种的 状况 这种的情况 是什么呢 愉快吗 不愉快嘛 一点都不愉快 对吗 所以你看 回答 柔和 使怒 消退 温柔的话语可以什么呢 消除 愤怒 也是圣经讲的 那源于暴力 就会触动 怒气 那他们会让什么呢 情况变得 非常不愉快 这样的 状况 他们会承受 土地吗 肯定不会嘛 其实承受土地不是单单拥有一块地而已 就是说你住在这个地上 整个环境 整个氛围 是讲这一个 那如果你天天都是处在那种不愉快的环境的情况 你哪里是 承受这块土地 你这想要搬家了不是 但是如果你住在这地球上你搬去哪里 搬去月球啊 还没有那种的科技啊 就其他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 如果我们还没有 时间没到天堂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留在 这地上 所以我们就要承受这土地啊 第二 神必引导和教导温柔的人 你看如果你是 你是 温柔的 神说 神说 必引导 跟教导 在诗篇的二十五篇第 九节 圣经 将说 他必 安公平 引导 谦卑人 那其实温柔 有谦卑 顺服的这个意思 所以呢 他必 按公平引导 引领 谦卑人 将他的道 教训 他们 你看 神说 神会教 哪一些人 谦卑人 温柔的人 主应许引导温柔的 不是那种暴力 不是那种骄傲的 不是那种自大的 不是那种好胜的 他 承诺教导他们 这个是神的承诺 神的承诺 我们可以相信 我相信 第三 主将维护 他们 维护那些温柔的人 如果是主维护 这温柔的人 他会承受土地吗 当然他会承受土地 在诗篇的第147篇 第147篇第6节 圣经这样的记载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 轻负与地 你看 耶和华扶持 他会扶持 所以 我们不需要 担心 因为 你温柔 你会被 欺负 你会失去 一些机会 不会的 因为主会保护 温柔 的人 神会保守你 神会保护你 你要谁来保护 我要神来保护 不是单单买人数保险 都有保护 其实最理想 最完美的保护 就是 有神 的 保护 他 会将恶人 轻负与地 这个是圣经讲的 把恶人 制服了 我们有时候没有力量 跟我们的敌人 抗对 抗争 因为敌人 比我们强大 所以就好像诗篇第23篇 诗人将说 在我们敌人面前 他为我摆设厌食 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他 神 在危险的时候 神还会继续的 怎么呢 保守 我们有 安慰 我们有安全感 在生命纪的 28章 更美好 他这样说 他说耶和华使我 急退 来攻打我的敌人 他们从一条路来 他们 必会被我打败 要找七条路走啊 七条路走 但是 是谁帮 我打败呢 是 是耶和华使我 你看 关键是在 耶和华与你 与我 同面对 我们的敌人 第四 主必捍卫 温柔的人 主会捍卫温柔的人 当你被欺负的时候 当你被误解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看为什么 很多的争执啊或者是一些 问题 一些 一些 争斗 斗争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种 智慧的 的 本性嘛 每个人都有一个 智慧的本性 其实智慧的本性 是很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 智慧的本性 但是往往这个智慧的本性 又做得太过分了 那有时候因为我们有错觉 我们对那个事情 没有100%的理解 我们被敌人的动机 有所误会 误解 所以导致我们的反应 也不是那么的正确 但是我们 自己有一个 自我护卫 的那个本能 这个自我护卫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自我护卫 也是很危险的 比如说你看到 火 你要避开嘛对吗 为什么我们 神给我们这个 触觉 触觉也是一种 护卫 我们的 感恩到我们的触觉 那你一摸到烧的东西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把手 拉回去啊 那如果你的神经 线全部破坏了 那你按在一个 红红的烧红的铁 然后 你没有感觉 你的手不会 抽回来 那或者怎么 你的手烧焦了你还不知道 所以你看没有 护卫 这个 这个 这种的滋味 也是危险的 但是呢 如果是主捍卫我们 那就太好了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典型的 一个 记录 那就是在 明书记的第12章 从第1到第16节 那今晚呢 我们就没有时间 读 所有的这16节 这里面 记载的其实是讲到 摩西 亚伦 与 米利安 问题就是在哪里呢 在 在明书记的第12章 第1节 这样说 米利安和亚伦 因他 那就是摩西 所娶的 古时 女子 就 毁谤他 因为摩西娶了一个 古时女子 古时女子 就是不是犹太人 是外邦人 所以米利安 跟亚伦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妒忌 摩西的地位 摩西与神 的亲密 所以他们就开始 癸棒摩西 说 神指使 跟一个人讲话吗 那神没有跟其他的人讲话吗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癸棒 癸棒摩西 摩西 第三节 圣经这样说 摩西为人 既其 谦和 或者 有另外一个版本 英文版本 翻译成 摩西 为人 既其 温柔 温柔 胜过世上 的众人 就是说 摩西本身 是一个很 温和 谦和 温和 温柔 的人 这是摩西的 为什么摩西 神大大的使用摩西 其实这个就是 摩西的秘诀 从这里其实你就看到 温柔的人有福 就讲摩西 因为摩西是温柔 摩西有福吗 我们都知道摩西有极大的福啊 他与神的关系是 极其的亲密啊 神跟别人沟通跟别的先知沟通 是用 是用谜语 跟摩西沟通 神经说 是面对面 口对口 就是说很直接的 没有各一层的 这是摩西 神的关系 因为摩西是一个什么呢 极其 千和 这是他的秘诀啊 所以 温柔的人有福啊 第4节 当亚伦 米利安 毁谤 摩西的时候 神就跳出来了 神跳出来 维护 摩西 所以在第4节 耶和华 忽然 对摩西 亚伦 米利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 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人 就出来了 当然 接下来的就是摩西 神 就什么呢 责备了米利安 然后还 惩罚了他 最后米利安其实有了什么呢 他的惩罚是他有 这个 麻风病 得了麻风 还要住在营外七天 这是他的惩罚 你看神 捍卫 摩西 因为摩西是什么 温柔 谦和 的人 摩西 保持安静 你看摩西的态度是什么 他的 他的 姐姐 他的 他的哥哥 两个人 溃帮他的时候 他保持安静 所以他你看他的 安 他的温柔 的 性格 就流露出来了 他没有跟他争啊 其实摩西有这个 他有这个本钱 他有这个能力 亚伦跟 米利安争啊 首先他也告诉这 两个 这两个 一个哥哥一个姐姐 你们听好 我是领袖 你们是谁 你看他可以这样讲啊对吗 但是他没有啊 他一句话都没讲啊 但是神自己就跳出来 来捍卫 摩西保持 安静 但是呢 神 神 神捍卫了摩西 你看 如果神捍卫 我们 神捍卫摩西 是多么的荣幸啊 我们不是为自己辩护 是神为你辩护 神为我辩护 是那么的荣幸啊 世界最好的律师 那就是神 神 捍卫 神为他辩护 神 替他的仆人说话 我想这个是 最好的 最好的 神 替你 替我说话 但是你 你知道吗 温柔是对自己的 胜利 如果今晚我们来总结看 温柔的人有福 因为他必 承受 土地 他怎么样承受土地 因为温柔是对自己的胜利 一个人 如果有节制 就是他能够控制自己 他能够有节制 他控制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脾气 自己的喜怒 哀乐 等等 他 控制了自己 温柔就是 对自己 的胜利 也是对自己 那反叛欲望 的那种的胜利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亚当 的老我 我们的老我就是亚当 留下来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的性格 那个性格是 反叛 反叛 逆神的 就是要 自我 为尊 自己自大的 跟神 敌对的 但是温柔呢 温柔是对自己 的反叛的那种的欲望 得了胜利 你说好吗 这太好了 原来 要战胜 亚当 我们老亚当的性格 不是靠其他的东西 乃 是 要靠什么呢 有一颗 温柔 的心 良好的管理 比拥有大量的 物品 更 能为我们带来 舒舍感 You know 你看 如果 我们 控制好自己的 脾气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欲望 我们有良好的管理 比有更多的财务 更美好 因为我们会过得一个更 舒舍的 环境 那 那个舒舍的环境是 承受 土地 你看到有些人 他们 很有钱 但是他们的家 周围有保安的 周围有保安的 那当然很可能他们是一个要很重要的人 怕人家刺杀 所以他们 如果你是政治人物 那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 接受啊 因为他们的要职 他们的地位 他们的地位的敏感性 他们的重要性 他比方说一个普通人 他的家都有很多的 保镖很多的保卫 是为什么 怕人家来抢 怕人家来偷 怕人家来勒索 怕人家来谋杀 怕人家来什么呢 对他不利 你看 他有很多的 他有很多的 钱财啊 但是你说他过的是 舒舍的环境吗 他真正有承担这个 这个土地吗 没有啊 他分分钟 过的是战战兢兢 我知道在某个国家 他们 他们很敏感 我不要讲这个国家的名 有一个 他还是牧师 他出门的时候 他有 两三辆车 同样的车 一辆向左 一辆向右 一辆 不知道上哪里 他就三辆这样出去 你也不知道他坐哪一辆 他是怕什么呢 他怕人家刺杀他 那你想 那这样的 这样的生活 是 宿舍吗 如果你 出门都有 几个保镖 当年说很威风啊 有几个保镖 但是我告诉你是痛苦的 你去哪里人家支配 你吃什么人家要先吃先 你吃人家口水 但是 如果我们有良好管理自己的 品德 我们的 愤怒等等 我们是温柔的 那 我们比 拥有 很多很多的财物 更蒙恩 更蒙福 所以呢 你我就会承受 这个土地 温柔的人就像 一艘 停泊在 苗上 的船 你看 船停的时候有一个苗 把苗下了 然后呢 他在港里 他会被移动 因为风啊 或者是浪 这艘船会移动 但是呢 他被移动 他永远没有被移走 刚才我讲的一匹 信仰的马 对吗 他潜能发挥出来了 一艘 停泊 在苗上的船 他会被风吹 被让移动 但是呢 永远 没有被移走 他移来移去 都是那个位置 庙就庙在这里 奇庙就奇庙在这里 原来温柔 就像一艘船 停泊在苗上 可以移动 但是不会移走 所以你面对的问题 也许会 把你移动 但是永远 不会移走你的地位 永远不会移走你的安全感 永远不能够把你从神的手中移走 就是这样 土地肯定是属于 温柔的人了 对吗 赞美主 今晚 我希望我们听完这篇道之后 我们要祷告主 让我能够降服在 你的恩座前 我选择 做一个温柔 的人 因为温柔 不是 暖落 阿们 神 祝福你 晚安